2021年9月2日至7日 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 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和首钢园区举办 爱尔兰担任主兵国 3日上午 爱尔兰驻华使馆 联合4个爱尔兰国家机构 亮相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国别展区 全面展示爱尔兰在文化旅游 贸易投资 农业食品及高等教育等方面的优势和吸引力 爱尔兰其实是威士忌的起源地 但是最近两年 出口量和这品牌的桌炎化 我们对中国的出口量也是增长得非常快 今年上半年翻了三倍 我们理工类院校会为全生培养更多的职业技能 为他们以后的就业做好打算 这个是我们与其他英美澳家所不同的 我们的产品是物化器 是指呼吸治疗的 那么它就是适用于各种人群 比如说上呼吸医院呼吸器重症患者 然后还可以包括一些儿童老年人等等 欧盟成员国爱尔兰是服务贸易强国 2020年其服务贸易出口总额达2620亿美元 爱尔兰中华大使安代文介绍 中国一直是爱尔兰在亚洲最大的贸易合作伙伴 过去的一年尽管受到新冠疫情的冲击 中外两国仍然保持强劲的贸易往来 双边服务贸易总额逐年稳步增长 服务贸易领域合作前景十分广阔 特色展品多样的文化体验 价值精彩的踢踏舞表演 阿尔兰展台人气十足 参展商也对此次服务贸易成果充满期待 比我们预期的要好得多 这次实际来的客户群是各种各样的 然后我们发现大家对此还是有一些 想探知的需求 我们还是很高兴的 我们这个就是特别契合服务贸易 因为它不光是一个产品 而且更重要的是一个专利技术 应用场景 跟中国的实际的应用产品结合 它就会产生更大的效益 当然从我们的贸易这个角度来 我们有更多的更好的产品 通过这个技术可以进入到中国 希望以后我们可以把这几天 认识的人介绍一下我们阿尔兰的东西 希望在未来一年未来两年 就是进行合作 然后把更多的阿尔兰的产品带到中国 本届服贸会9月5日至7日为公众开放日 观众可在服贸会数字平台注册登录 通过预约购票窗口 选择专业日或公众日进行购票